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老师 今天小丁要送您一副礼物 好吃的 这个可不能吃 这能吃就是好吃的 这个我看里边包的就是锯末 有了菜还愁没吃的吗 我知道 我认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应该叫做菌袋 对 就是食用菌培养袋 对 你比如说我们种蘑菇 就要把这个袋子放在阴凉的地儿浇水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长出蘑菇来 根据我们里边放的菌类的不同 它就会长出不同的蘑菇 所以您说我是不是很有心 您看我给您送营养 送健康来了 你送的是一个半成品 这个还要经过几个月的培养 才能长出蘑菇来 真想吃这个蘑菇的话 那我就自己陪它一段时间 让它长出蘑菇来 我再去吃 确实对我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我有个温馨小提示啊 想吃到新鲜的木耳可没那么简单 还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 您可别忘了 咱们赶紧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郑类生长在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中 长寄生于阴湿腐朽的树干上 而黑龙江省 所谓全国最大的林业省份之一 这里树木丛生 有着广袤的山林和丰富的山泉水 同时这里林区昼夜温差大 非常适合真菌类食用菌的生长 而此行我们来到黑龙江省宝山林场 这里家家户户都以种植菌类为生 师傅您好 王正达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木耳菌开口 我看这是木耳菌是吧 对 这是菌袋还是对吧 这是发酵好的木耳菌 发酵好的木耳菌 我看这白色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木耳菌的菌丝 人工培育木耳是一项繁琐耗时的过程 从第一次接菌到最后的收获 往往需要小半年的周期 并且每一次对菌丝的培育 都有着极为严苛的时间和消毒要求 经过三次菌丝的培育后 才能得到可以长出木耳的菌丝 这是开口口 对开口口 等于说就这个裂了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缝是吧 对 当下以后就是菌丝切断 完了以后就是产生营养菌 最后长长了牙 菌农孙师傅向我们介绍到 为菌袋割口后再过一段时间的培养 木耳就会从菌袋割口处长出来 这个菌袋能够产多少木耳呢 管理正常是八千到一两多 那您今年是种了多少这个菌袋啊 我们家一共做了十七万多呢 黑木耳是著名的山珍 可食 可药 可补 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九十不厌的食材 每年市场需求量巨大 可是种植木耳的很多工序 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我看您这个割口还挺讲究的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什么工具是吧 有一个特殊的菌刀 就是这个微字形的菌刀 微字形的菌刀 对 您这个割菌有什么讲究呢 生前要均匀 割口的时候口大小要一致 远近都要一起 等于说是这个的距离 每行的每树的距离 每行的每树的距离都要一起 您能操作一下我看看吗 可以的 这个 这就完成了 完成了 看到大姐熟练的割口 让记者也跃跃欲试 小心别扎到手 不扎到手 哎呀你割的不行 这个口你可偏了 这个必须要直 要不下一次你就开始花 插不开了 哦等于说这个是必须要 对要一条线 垂直的是吧 垂直一条线 那我这有点歪啊 有点歪对 那我这个再来一遍 对 这个有点太近 这个太近了 这个眼太近 木耳长不开 然后那个木耳就是长了以后 花不好看 然后卖不上价格 啊 然后你看你这个带出去木耳根 长出一个坑了 这个木耳不容易愈合这伤口 就给你找了一块肉 它是不是长到一起去啊 这个这个你不能带出来 这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着实难住了记者 几番尝试后 却始终掌握不好 割口时的距离和地度 这一袋一块多钱 坏掉就白加了 行就是速度快 快点是吧 嗯你刚开始你可以慢一点 慢一点 你可以那个慢一点 割好就可以 好 这个哎 这个就没事吧 这个就可以 这就是反正有点歪 对还算是可以 还算可以 这个多重啊 这个 这个得二斤多 二斤多 对 我刚跌量一下 还挺重的这个 对 那如果您一天 做两千个菌袋的话 那等于说是二斤多 等于四千多斤 对 特别累 特别胸膛 手可疼了 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 正是割口的季节 为了不耽误生长周期 骏农们是加班加点 割口后将骏袋放入大棚 像这种 就四十多天 二十天之内就可以摘了 我看就好多 再已经长出点牙 黑点了 是吧 再黑点就出点牙 虽然孙师傅 已经种了十几年的木耳 对木耳养殖 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每到了割口季 却让它苦不堪言 产量越来越大 可割口的进度 却始终跟不上 那么 有没有一种机器 可以替代人工 进行俊代割口呢 我们的记者 在多方打听下 找了位发明人 大爷您好 给您打听个人啊 就是您认识这副里 有一个叫贾振勇的人吗 知道 这是我儿子 您儿子 这么强 您是刚买赛回来 对 想问一下您 他在哪 现在 现在 他在厂里头 在厂子里 他自己有厂子 是吧 对 您知道 他有没有做过一个 就是给菌代割口的 这么一个机器 有 您知道是吧 行 那您方便您看教 我是我儿发明的一个记者 您方便带我去见见您儿子吗 可以 可以是吧 对 那咱们现在能走吗 可以 可以 我把东西放 行行行 我等您 等您 好 好 这就是您儿子的工厂 是 跟随发明人的父亲 我们来到了发明人的工厂 我带啊 来 爸 来 进去 来找你 你好 您是贾振勇 是吧 我是 发明人贾振勇 发明项目 菌代割口机 贾振勇 一个性格豪爽的东北汉子 父母在哈尔滨市鱼池乡 开了家饭馆 虽然规模不大 但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收入丰厚 父母原本想让儿子接管饭馆 但性格倔强的贾振勇 却另有理想 大学毕业后 贾振勇走上了创业之路 虽然历经艰难 但一向开朗的他 始终咬牙坚持 几年的发展 逐步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2010年 以凑然的机会 他了解到了 俊农工作的艰心 他为此 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时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一直在从事 采缭用的防冬剂 有一次 我在老百姓家 添加防冬剂之后 我看他们在给 菌袋 用刀在划 我就说 你这是干什么呢 他告诉我 他给菌袋割口 我一看这量 我说你这么多 全是人工割吗 没有机器吗 他说 现在在这一块 给菌袋割口 没有机器 我拿起菌袋 我一试试这一个 二斤多 我自己戳戳 戳几个我都受不了 手就累得很酸 这老人 孩子 这父女 都能割吗 能行吗 得知了俊农的辛苦 让贾振勇 十分心疼 希望能做出一台机器 来帮助他们 在一次看母亲擀面的时候 贾振勇 突然来了灵感 要是圆柱形的菌袋 能够通过滚动的方式 一次性割口 那一定能大大提高 割口速度 也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方便拆给我看看 好 我给你拆给你看一下 哇 这随便拆 对 可以随便拆 贾振勇发明的 第一代菌袋割口机 主要由电机 轴承 刀板组成 机器工作时 菌袋从入口处进入 由履带带动 在刀板上方滚动一周 滚动的同时 刀板上的刀头插入菌袋 从而对菌袋进行割口 我这个刀板呢 有特别之处呢 就是我的排列比较有规则 菌袋进入割口之后呢 通过这个刀板割完口之后 非常规则 贾振勇详细地向记者 讲解着自己的机器 但机器真正的割口效果 又能不能得到 俊农的认可呢 我们带着机器 找到了胡师傅 胡师傅 胡师傅 来来来 给您看看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为你接受 你人工 举那刀口机啊 对 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 有个发明人 做了这个机器 行吗 行不行 咱们试一下吧 但咋坏怎么办呢 应该没问题的 听说这机器 能帮助人工割口 这让胡师傅 提起了兴趣 立即吩咐儿子 找来些裙袋 准备对机器 进行测试 先试一个 行 看看怎么样 你觉得一个看不出来效果是吧 对啊 一个看不出来啥效果 多干几个吧 行 我来试试几个 来 您体验体验 您搭一下 往里推 对啊 推 对啊 来 我在走哪里了 好 前去哪里了 体验一下 方便吗 这个你觉得 没有啊 现在用了还行 那擀这几个也没多 要再多擀一些 第一次尝试 机器效果还不错 在割口的速度上 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过 胡师傅的儿子 在继续使用后 却发现了机器的问题 哎 怎么了 哎呀 不行 你这眼太小啊 这阳光产量啊 爸 你看 这还有挖料的呢 哎呀 这料还挖出来了 等我 你拿回我们人工的 然后你比一下看看 来 你看 这是我们人工的 你看我们这个盖口深度 而且我们这个 一点不挖料 你看这个料都给我挖掉了 就抠出来了 对啊 经过对比 机器割口的骏袋 出现了割口挖料 以及割口深度 不达标的现象 这样一来 菌丝无法愈合 影响了菌的生长 这都费了 不能用了 这产量太低了 影响太多产量了 这样 这上面是什么东西 这不全我们菌料吗 这菌料全掉的时候 掉到缝里了 在检查机器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机器割口时 刀头缝隙中 会遗留大量的菌料 这个倒一倒 还可以继续用的 哎呀 这样倒的话 我擀一部分就倒一下 擀一部分倒一下 太短我们时间了 有这时间的话 那我们还不如 自己人工跑了 速度都行 不缘不缘 这东西绝对不行 这样因为我们产量 这大全费了 这东西钱冷了 我们也没有产量了 虽然机器在速度上 得到了胡师傅的肯定 但儿子的一番话 却一针剑血的 指出了机器的缺点 也宣布了 机器测试的失败 好 先给你的大伙介绍一下 这个菌袋割口机呢 它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儿又做了这么一个假的菌袋 这里头呢就是包的一块 木屑 泡沫 外的呢是塑料布 您这是假冒伪劣的 假冒的 我们说了一说割口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菌类呢 它生长以后 长出的那个蘑菇 木耳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开口的时候呢 开的口的形状也会有差别 如果说我要开三角的口 就是用这种刀子 我把这刀子相对上一扎 这上呢就会出现这种三角的口 但是我们看它设计这个破口的方式呢 它是刀都放到下面 让那个菌袋呢在上面一滚 这有的时候会扎不利落 扎呢应该讲还是能够扎出口的 但是这里边装的是木屑 这个扎的过程是不是 扎漏了 这些木屑就会向外漏 掉下来了 向外漏 漏在哪呢 漏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这堵的很多了 这都堵满了 你再扎 就等于是一个监口了 就一监口 对 达不到要求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进的方法呢 可以这么考虑 咱们在上面扎行不行 上面扎是一种方法 或者说我这个刀子还设置在下边 但是这儿别设这个平台 哦 设置一个漏的 对 能漏下去的 这个出来的木屑 木屑的就不会随着 设置一个管 这样那个木屑可以漏下去 或者我干脆就在上面去扎的 换一个角度 结果就会大不同哦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 发明人将如何改进这台机器呢 尽管机器第一次测试的结果 让骏农们很是失望 但这并没有让不轻言放弃的贾振勇退缩 测试之后 他又找到了胡师傅 哎呀 干活呢胡师傅 来了 哎 怎么现在换这样呢 小丁呢 哦 那以前的大围子口不用了 大围子口长的是大多 这个是长的小片 市场需求的小片需求的比较多 大片吧 就是需求量比较少 这个你教你我这个有什么这个技术要点 然后呢 我跟你学我拍了 你看看行 我做一个小小的 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设备呗 嗯 来自己的工厂来检验机器 不过这回 胡师傅并没有着急去看机器 而是先来了趟菜市场 哎 胡师傅 你怎么跑菜市场来了 咱们不是约好了一起去 贾振勇能看设备吗 哦 是 咱马上不就去吗 这个 这个 客袋一样 想试试袋深浅 哦 你想试试袋深浅 那你买这个干嘛呀 是 这个和菌袋 仿佛差不多出吧 哦 你觉得这个 这什么瓜呀 这冬瓜 冬瓜 跟菌袋差不多出 对 你想拿这个试试机器呀 试试深浅 哦 为什么这个试试啊 菌袋 嘎了 看不清 这个嘎了深浅 嘎了以后就自得深浅 哦 等于说 那个菌袋 那个碎末打开以后 看不出深度是吧 对 这个一切开就能看到深度 对对对 这个合适吗 嗯 我看这个还行 好像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 嗯 行 那你就拿几个咱们一起去 行 那好 汪汪 来吧 啊 装几个 都要了 行 胡师傅为了查看机器的 割口深度 特意准备了 与菌袋大小差不多的冬瓜 作为测试物 来了 我们天都要黑了 你咋才来 你不要试机器吗 菌袋呢 四十几机器 四十几机器 嗯 要试试机器 那你定菜来 傻爷在我这做饭了 我说我想拿这个 测试一下机器 我说测试一下机器 你这样 菌袋那不一样 你这能测吗 你看菌袋差不多 菌袋 是看深浅看不好看 这个大深浅切的都能看出来 那可以 那咱们再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对于胡师傅奇特的测试方法 贾振勇爽快地答应了 这回 为了避免上一代机器割口后 漏俊料的情况 贾振勇将刀板移到了机器的上方 同时 贾振勇了解到 市场上对于小孔养殖的木耳需求量更大 特意将刀头换成了小型刀头 虽然机器有了全方位的升级 但胡师傅却对眼前的机器 有所顾忌 我说改进不到就是互相吊个吧 你觉得吊个是吧 是不是忽悠我们啊 不能忽悠你 你都拉冬瓜了 我能忽悠你吗 而且按照一要就改成小眼的了 是不是 你要不信咱们试螺是吧 咱们拉出来溜溜溜 搁一下我就知道了吗 先试一下 那咱试一下吧 这个机器保证做得好 先把这个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 咱们用冬瓜来测试一下 你这个机器 行 这个冬瓜还跟那个菌蛋还挺像的 从高度 就切好了 我看这全部都是眼啊 您这个正常的菌蛋 应该是切多深的眼 小眼这是三到五毫米 三到五毫米是吧 胡师傅告诉我们 割口深度直接影响出耳的时间和耳根的大小 割口过浅 木耳长得多小 带内菌丝的营养输送不上 好 我看一下啊 这是已经割好口的是吧 对 咱们在这个 在这做个记号 行 您这有尺子吗 我这里有 拿把尺子看看 应该目测感觉没什么问题 三到五毫米 凉凉 凉一凉 从十厘米算 这个有多号 七毫米八毫米 七到八毫米是不是 这个深度应该是达标了 稍微深的 稍微深的没有什么影响吧 会带根是吧 不好摘 不好摘 能解决吗 一定能解决啊 我这个刀头可以调节深浅 而且呢 可以调节刀板的框 速度怎么样 速度一定没问题啊 我自主研发电机 最少能盯你五个人的人工 不一定吧 怎么呢 两人不一定超过 那不可能啊 那两人盯你两人的话 那我不白研发了吗 因为我觉得年轻效果 能干得一个 就赶上这个机器了 你不要这样说 你要这样说的话 如果我盯不上就五个人 我把这机器送给你 机器良好的表现 也让贾振勇有了底气 要求与骏龙进行较量 师傅 忙着呢 你看我们把这设备拿来了 咱们上次实验的设备 我给你带过来了 爸你咋又把它整了呢 我们来试一下机器 跟你爸约好了 你那机器也不行啊 又大方机器了 速度又慢 效果还不好 爸上次试了 搁蔬菜式 搁冬瓜式的 打得挺好 冬瓜跟九道人一样嘛 是不是生钱嘛 是刀生钱啊 我们这个大方机器 可真没时间陪你填上 试机器啊 你问问你爸 你说这耽误太多时间了 爸醒了那东西啊 是吧 嚼着还可以 这回效果不太好 这回再试试 这回试还行啊 上回不太好 这回再试一遍 那拿下来试试吧 上一次测试的失败 让老胡的儿子 一直不太看好 贾振勇的机器 那么这一次 机器又能否用完美的表现 打消他的顾虑吗 咱们这线也接好了 您觉得怎么样 开机器 我看这机器 破机器也不怎么样嘛 这个能行吗 这个 搁蛋能够使吗 一定没问题 搁蛋非常标准 别人能够标准 就这个机器 能代替我们几个人呢 测试的时候 应该能代替你四五个人工吧 我看上学员这东西 爸你说他整机器 你操什么心呢 你说又整出这么些菌蛋 嘎坏啊 这不都是损失吗 这回改进了吧 那好嘛 那袋多 好机器又好死 嘎的不也坏吗 是啊 如果不好使 这嘎费费了 不是全损失吗 这不瞎咱们钱吗 没事 这要给你嘎费的话呢 这些菌蛋 我都招架赔偿你 你不往招架赔偿 那这样 然后这如果给我搞废了 然后你招架赔偿 你这配机器给我扔着吧 你也别拿了 有时间严有了 别的别严有这玩意儿了 这机器留着 不能用 那留着也没用 然后扔着 马上严有别的去吧 别严有这东西了 不行 我跟你爸都说完了 这个约好了 这个测试比赛 这个给上个墙了 还是先试试 那咱先试试再说吧 来试试说吧 好吧 试一下吧 这回 贾振勇的机器将挑战五位菌龙 双方各队五百的菌蛋进行割口 小师傅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设备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是吧 您这边呢 准备好了 也准备好了 行 三二一 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人工队这边 有着多年割口经验的菌龙们 双手完美配合 一只手握住菌蛋 另一只手控制钉板 拍打的同时 调整菌蛋 避免重复割口 胡师傅 我看今天好像咱们人工队用的这个工具都跟之前的不一样是吧 这是小口的 小口的 小眼 等于说这上面割的口都是小孔的是吧 对对对 这跟我之前的那个用的V字形的有什么区别呢 瘟口是长多大 多大 这个呢是长小片 这是小眼木耳 就从这个袋子长出来 对对对 这次比赛 双方割口的木耳种类为东北有名的小板耳 这种木耳单独直径 只有1到5厘米 口感新鲜实软 这个跟之前的V字形的到头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V字形然后每下一次是一个口 这样我们下一次就是19个口 这个板上定了19个口是吧 对对对对 跟这个V字形比的话 这个大概多少时间能完成 这个然后5到6秒就够了 5到6秒 对 那V字形的呢 V字形大概要10秒左右 虽然小碗木耳割口数量较多 但有了钉板的帮助 割口速度反倒提升不少 这给机器队带来不小的压力 不过 贾振勇 却并不这么认为 这也不行啊 你这没有持续性 我这可以持续工作啊 你再持续工作 你速度慢也是没用啊 我们速度都赢那么快了 我们速度也不慢 也挺快的 你看啊 我们现在赢比你快多了 我们这工队马上要完事了 先别叫嚣 一会咱们都割完了再看看好不好 行 你就抓紧吧 加快你速度吧 我们这样也把最快速度拿出来 你给秒杀去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等着 人工队加油 加油 加油 他有着速中之昏的美誉 想要得到他 却要经历众多工序 而他发明了一台机器 想要帮助人工 最终他能否做出完美机器 请继续收看 我爱发明 俊大 开口技 对于比赛的结果 胡师傅的儿子和贾振勇 是各不相让 割口的进度也大致相同 现在双方都卯足了奖 想要战胜对方 可就在这一时 一项稳定的机器 却停了下来 我看你这个好像机器停了吧 怎么回事 皮带 哎呦 我看看 出什么问题了吗 皮带掉了 皮带掉了 打掉了 慢点慢点 哎呦 这外面这一层的皮带掉 对对对 这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这个大往里推的时候 把这个挡住了 把皮带给刮出来了 哪挡住了 在这个挡板后板上 挡板后板上挡住了 对 那这个能修好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很快 安装皮带 让机器队耽误了不少时间 人工队也借此机会 超越机器队 装好皮带 机器队立即赶追进度 加快了放带速度 可往往越着急 越容易出错 怎么了 不舒服 这都是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一点上等下 你说 有深有抢 还有没割着的呢 你看这挺深不 这就抢了 这还没割着的呢 这一皮都没割到呀 你是不是给放口片了 放 没放正 袋没放正 你这个刀头在这 你把这个放往偏了 它能割到吗 放正就没保证了 你放跑偏 它割坏了不让我赔吗 这没放正这个 是什么问题这是 再好好放就好了 进寮口的时候吧 往里送的时候 它必须去放正了 如果放不正 跑偏的话呢 它就割不到了 拿嘴袋之后 可能手臂也会累 就是不说自主的 它可能就是 跑偏了 放的不正了 长时间一个举到二斤多 二斤多存 它一个一个拿 拿几百个行 让它多了 可能会出现这个 你一定要放正啊 先是皮带脱落 再是被胡师傅检查出 割口不合格 这让机器队彻底乱了阵脚 即使贾震勇仍然在坚持比赛 但无奈 大势一去 很难再赶上 稳定发挥的人工队 还能干嘛呢 我们车工队都完事了 我快了 你这还剩这么多了 这还得一百多档呢 我这东西机器修了两次 要不然早割完了 你这好意思说跟我修机器 你这机器不行你才修 如果行的话你还能修吗 不行我这口割得非常均 非常好啊 我看一下 好师傅您停了 不用结束了 比赛 爸来咱看看大家怎么样 我看挺均匀的 挺均匀的 这均匀倒还行 但是你们赶紧浅吗 这东西 等会我拿咱们工的饼子一下 四分眼小了点 什么眼有点小是吗 拿这个看看 来爸你看 这个眼面比咱小不少 你看呀 这样然后做木耳兽 它影响产量 你看我们这有品子型的 它这只是一个小眼 有时候木耳然后接不出来 会影响我们很多产量 你知道吗 再一个你看它有个机器 你看都把我的盘子给压坏了 这样的话直接就是产量 太多太多了 这回机器不仅割口的大小 没有达到标准 同时在割口传送时 传送皮带过紧 也将不少骏袋勒变形 损伤了不少骏丝 这让胡师傅的儿子很不满意 你做过木耳吗 没有啊 你没做过木耳 你做什么机器 你根本都不懂木耳 我做过机器 你根本就不了解木耳 木耳生长需要什么环境 需要怎么样操作 你根本都不懂做什么机器 你看你如果咖啡这么多 影响有多少损失 你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都要 这让社长家给我买走吧 你那亏机器你也别打走了 这嘎坏的我都包了 爸你以后别跟他扯这些了 然后这些都不行 以后你也别炎这些东西了 然后咱们打赌还算了 这亏机器给我扔着吧 这机器你还要啊 这机器给我扔着吧 咱们打赌算数是吧 算不算数 咱们打赌算不算数 算数 算数啊 大家好 老两个人把机器给搬走 行了 老你也别眼睛了 把机器给帮我就完事了 爸你别能扯这些了 是不是搬走啊 对把机器搬走 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这样被抬走 这对于一向自信的贾振勇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哎呀 心情无法比喻了 在东北讲究丢老客人了 当时的颜面无存 好多人都在笑我 特别他胡师父他儿子 在打击我 但是呢 我是农村长大的 我了解这个做卷啊 这一系列都非常不容易 割口是最后的环节了 如果口割得好的话呢 收成啊可能也就会好 但是在割口环节 我把都给弄坏了 就直接像在他们身上割肉 虽然机器被人没收了 但贾振勇却没有放弃的念头 再次投入研发 为了了解菌类养殖特点 甚至开始尝试自己种植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贾振勇一门心思地 钻研菌类养殖和机器的研发 原本红货的事业也被搁置了 很快 巨大的成本开销 让贾振勇的经济情况 出现了危机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叫我不回来 那你都几天没回来了 你这样呢 你这样呢 姑娘 给我拿点钱 是那个电机很关键现在 这是银行吗 一回来就要钱 现在墨尔基研发 没有钱了 没有钱了 不用说了 给我拿点钱 我说了没有钱了 我着急用 必须得用 给我拿点钱 自己去想办法吧 没有钱了 你干什么呀 我做设备 现在国内的时候 必须得用钱 这个钱是给孩子留着的 我偷那么多钱 我必须就得用这个钱 马上做设备 快点 不行 你别吓着孩子 我必须得用这个钱 抓紧 现在我着急用 我偷那么多钱的设备 家里事情好 我每次回来都要钱 每次回来都要钱 你想过我们吗 没钱可以赚 但是现在就着急用这个钱 你现在就去赚去吧 拿你的机器去赚钱去吧 把你躲来 你今天非要把这些银行卡拿走吗 是 那你就给你的破机器去过吧 找姑娘 你找到你照姑娘咋呀 别吓我吗 照姑娘咋呀 尽管家人极力反对 但贾振勇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我看胡师傅的内心 还是想用这个机器的 还是想让我来 为他们去浓 做一台好的机器的 并没有说真正的排斥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所以说呢 不能放弃 发明之路 往往是孤独的 贾振勇也不例外 经常一个人加班到深夜 偶尔空闲了 才会拿出手机 看看女儿的视频 女儿的笑容 永远是这个东北汉子心里的 一米阳光 对于贾振勇来说 这台割口机 不光是为俊龙 更是他期望给女儿 爱人的一个交代 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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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服用视频呢 不是想我 想我为啥不可以加呢 我是真想把这个设备做好 真想把这个设备 为俊龙造福 哎呀 再给我点时间吧 就再给一次机会吧 行 相信你一定会把它做好 行 没问题 为了我们加 你看我姑娘 来 看得好 家人的理解 才是贾振勇真正的动力 这回 他将带着这份亲情的关爱 孤注一掷 一定要制作出一台 完美的机器 我看这是您新做的设备是吧 对对对 感觉好像这个样子 没多大变化吧 它有变化啊 我们上一代机器用的是 O型皮带 皮带 对它这个皮带吧 如果说用不好的话 会把菌袋勒生一道一道的 勒生印 有的严重的话会把菌袋勒爆 所以说根据这个问题呢 我们把这个皮带啊 改成了宽的板带 因为有了自己种植骏的经验 贾振勇的割口机 有了更针对性的改进 不仅更换了传输袋 还对针板进行了更新 将之前的圆形小孔 换成了十字形 这样既不破坏菌丝欲和 又适合割口后菌袋风口 那么新机器的割口速度 又如何呢 我看你这还有一些菌袋 有啊 咱俩先试试 你就别比了 你没中过菌 你比啥菌 你还瞧不起我 那我看你的速度 不 我的速度 你根本你就别比了 你没中过菌袋 你比啥呀 不不不不 不一定 不一定 我最近速度可快了 你没有科比性 你没有科比性 不行 咱们试一下 不不不 你没有科比性 咱们来个规定 比如说你完成多少 比如说咱们一人完成十袋 你领先我多少袋 算你这个记忆 我最少就领先你七八袋啊 我这个瞬间就没啊 别这么牛 八袋行吗 如果你领先不了我八袋 你就试不试乱书 你也别再去 你别比了 你比不了 我这个设备现在可以说是最先 你比不了 瞬间就没 推进你就没了 推进就没了 对 那我刚才比赛要评同不同意吧 你别比了 你会输得很磕疹的 有个机器领先你八袋 我不客选 我不客选 比一下 比一下 超过八袋 确定啊 超过八袋 超过八袋 一定是八袋 一定八袋 我就圆你这个梦 贾振勇信心满满地 接受了记者的挑战 这机器真的能领先记者八袋 完成比赛吗 3 2 1 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 记者为了荣誉是拼尽全力 可贾振勇却显得很轻松 没有给记者任何还手的机会 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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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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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袋没割完呢 你说你别比了 你不信 不是我看你质量 别别别 好啊 没有问题 我这一袋还差一度 你就完了 你看我们各的这些质量 外部一样非常均匀 你这个刨得就不行 你看有的地方你刨得近 有的地方刨得远 我们这些是均匀的排步 两公分 非常均匀 那您这个也太快了吧 我这还没动手就完事了 我这还不是最快的 还不是最快的 我要再跑到最快的话 那可能早就完事了 与记者的小事牛刀 更增加了贾振勇的信心 现在的他急需一场真正的比赛 来证明自己 于是他再次来到胡师傅家 老胡 老胡 在家呢 我这第三代机器也整好了 咱们比是不是 整好了能行吗 这次绝对行绝对没有问题 一切都行 绝对强 哎呀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还不死心呢 你那飞机还在那扔着呢 我看上在那呢挺好 不是你那飞机不行 你又干嘛来了 那个我的新做出来 第三代机器做出来了 非常好这回 行尼克拉的 可别回来忽悠我爸了 没那么时间了 我陪你试机器 没有我试了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这回可以顶你们15个人 尼克拉的不行 那机器太大了的事 绝对好 绝对好 那就试试吧 你试试吧 我这么老想过来 你挺有诚意的 你给我试试吧 我也实际上在想 为你们解决点事 那就给你这一次机会 但是就这一次机会啊 行 如果不行的话 再也别来烦我了 行行行 绝对能行 放心好了 给他这一次机会啊 让他试试 那行 虽然胡师傅父子仍有疑虑 但思考后还是答应了 贾振勇的请求 大嫂 大嫂 在家吗 大嫂 大嫂 一会帮我参加一个歌手比赛去 好吗 好 在家拿个东西啊 好了 尽快啊 二爷 在家呢 在家呢 二爷一会去帮我忙 一会参加一个歌手的比赛 好吗 行 一会帮我忙 一会参加一个歌手的比赛 行 一会帮我忙 快点啊 大嫂 一会去帮我忙 一会参加一个歌手的比赛 好 好 尽快啊 好 谢谢 比赛的日子如约而至 双方都早早来到比赛现场 一场俊代歌口的终极大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双方都来到咱们这个比赛现场了 胡师傅 怎么样 今天您来多少人呢 师傅 那您这边呢 三个人 就三个人啊 我看咱们面前放了好多这个俊大 今天咱们准备多少俊大 一面两千 一面两千那就总共四千的 是吧 那今天咱们是怎么一个比赛规则呢 一面两千 虽然刚刚玩是为胜 怎么样啊 有没有信心跟这个设备比赛 信心是必须有的 我们都能够人 人都力量大 必须战胜它们 你看这是我们上次的战利品 我今天一定要将它赢回来 而且还要赢我的面子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人工队 人都力量大 一定会战胜你们机器队的 永远人工干不过机器队 我们机器队今天必胜 我一台机器 胜过你们十五个人 那是不可能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赢的 然后今天 我们大家要把插回这机器留住 而且今天我要赢一下 你这次的机器 如果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我把这机器送给你 而且我花钱再订两台 你的现在的机器 好我输了我再送你一台 好就这么定了 行行行 我看你们俩这是把堵住都做好了是吧 是不是 行 那我还听说二位为了这场比赛 专门每个队都有个口号是吧 对 你这边是什么 来一二 追风吹 炸鼓雷 离那儿炸口我怕谁 这 这口炸口我最强 这口炸口我最棒 我最强 我最棒 耶 好好好 行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比赛 好 好那准备了 3 2 1 开始 这回贾振勇的机器 在重新改进后 在人工队面前大显身手 运行速度暴增 三位送料师傅忙的是不可开交 机器神勇的表现 以让贾振勇 会赢得比赛 信心十足 小师傅 上回我输给你 如果这回他们15个人 都是精兵强将 怎么样 机器还有心理战法 没有问题啊 我这机器如果你送的都快 它出去就会割火完 割的都快 这次我们三个人 可能这机器会不停的在割 不停的在割 超过他们15个人 一定没问题啊 比如说是没有间断的在割掉 对对对 机器队是卯足了奖 想要在比赛中战胜人工队 但好强人工队也并没有束手就擒 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让他们对于比赛依然充满信心 你今天这个怎么分配这个任务的 我们分三组 每组五人 然后跟他们继续对抗 你觉得它的效果会好吗 效果 现在看来是要比人工整齐一些 但是我们人工也会碾上的 也会碾上的 那这机器还能留在你这儿吗 肯定会的 我没有信心一定战胜它 能战胜是吧 对 那你加油了 好嘞 一场势均力敌的俊代歌口大赛 让这个原本平静的村庄 突然热闹了起来 很多村民也来到比赛现场 我心里是喜欢这个机器队能赢 我也想买一台这样机器 为了开口快 您想买一台如果赢的话 对 我认为机械队能赢 这机械队这十个菌袋 好像是刷就下去了 就搁完了 好像一秒钟用不上 真是太快了 好那几百袋好像是几分钟就完事了 觉得怎么样这比赛 谁能赢啊 人工队 人工队 你俩都支持人工队 对 很坚定是吗 对 因为我嫂子在里面 因为那里有我妈 等等等等 你是什么 因为我妈 你妈在里面 你呢 我嫂子在里面 对 是谁啊 打个招呼 那两个就是 妈是谁啊 戴红帽子 戴红帽子是您父亲啊 嗯 嫂子呢 来给他们鼓鼓劲啊 嫂子加油 嫂子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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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比赛已经过去15分钟了 双方的进度相差不大 机器队略占上风 这让胡师傅有些着急了 我看这边你旁边个队里好多 我们这边也很快 也很快 咱们没升了吗 没升了 咱们没电了 咱们没电了 咱们这 贾师傅您这怎么回事 怎么不动了 咱们停电了 干不了了 咱们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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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 这让贾振勇措手不及 急忙寻找故障原因 咱们没电了 咱们没电了 开关看看是不是 咱们没电了 停电了 是不是你接受不了 你看一下 看一下有 能动吗 没有没有 应该是停电了 看看倒闸的 停电了 我看看总闸的 好吧 快快快 您这比赞的停电了 不可不可 跳闸的是吗 是跳闸吗 跳闸没跳闸 但停电了 停电了 停电了 哦 这个都不转了是吗 对啊 这都不转了 那怎么办 他们说的老百姓说停电了 谁说停电了 老百姓们都别对人家说 没事 咱们过来 别闭嘴了 你们干不了了是吗 不是 我们有电瓶了 我们还有神秘武器 你们干不了了 南后队 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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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上 不能借给他 你不能 你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你不能管这里比赛 我那准备还没干完口呢 借你们电瓶车 你们也赢不了 把你借给他 就算你们现在不停地干 我换上电瓶车的 照样 我一定赢你们 人工队加油 我们都赢了 我一定赢你们 你看你能不能 帮我借个电瓶车 那你借个吧 好好好 你快帮我借个电瓶车 好吗 好 趁着机器队更换电源的时间 人工队奋起直追 很快 路后的进度逐渐被追回 你看这没电了 不这样干吗 这都啥时候都能干 累了 这不慢干一会儿 他都没有电 都干不了了 没电了 没电了就干错了 阿文西山也不这样干了 阿文西山 你转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 那你抓紧时间 快快快 你现在和落货目少了 好好好 修好了机器 机器立即重新复活 疯狂地割口 你看你这换电瓶 耽误了不了时间 没问题 你这还有心情 加油看我吗 一定要 一定有 其实闹不打扰你 赶紧加油看 好好好 好好好 快快快快快 此时 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人工队的师傅们 渐渐有些提倦了 与此同时 机器队依然高效地工作着 贾师傅 我看你没胜多少了 还行 大概还不够长时间 对啊 五分钟吧 也要做五分钟割完了 五分钟割完了 对对对 我去看这工队啊 哎呀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我要捧我机器啊 你还没底完呢 你捧什么机器啊 这不是我的机器吗 以前是你的 但我赢过来了 就还没比完呢 这还用比吗 我们那边 不然慢点 你会换铁了吗 我最多你就五分钟割完了 这还用比吗 我们抓紧 唱完铁了 这都已经割的声 全部一了 你说让你们割的 不行 第一个比完 比完你唱了吗 这都不用比了 比完绝对不可以拿走 我跟你用点面子 我捧回去 要不然一会 你还得捧回去 给我送过去 那也不行 第一比完 我们人工队有信心 有 看我们人工队多有信心 你看他没有气息了 我看人工队抓紧 你也上 你看看你去看我还有多少 还有一点就割完了 五分钟都用不上 人工队抓紧 人工队抓紧 马上捡起来了 马上捡起来了 甲师傅你可以 一会你给我送过去吧 我先把布拿回去 好吧 布你可以拿到 机器不能拿到 等于不等他给他接头彩 甲师傅你别闹了 快 比赛完再拿 尽管胡师傅嘴上不认输 但是最终机器队 还是率先完成了比赛 好了 我们结束了 怎么了 贾师傅 完了 好 完事了 听机器 你们这三行都完了 都完了 那看看人工队这边 好 还不可能那么快吧 哎呀 这么事了 没剩多点 人工队也开了 人工队也没剩多少了 没剩多点 我这些机器都坏了 挂上电瓶的 你们还没剩多点 赶挺快 你管我速度 您质量行不行 爸 你看他质量行不行 来来 胡师傅 您给您猜看 看看质量怎么样 随便看 你随便挑两大 你随便看 你去拿一点 你们最好的来给我比 一会儿 来 我打了 打了 打了 怎么样 胡师傅 这个 眼镜挺匀 挺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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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匀的 拿着你们的 比比 随便挑着你们最好的 比比 三千 正好 这是你们的 对啊 这是我们人工的 这个是我们人工的 哎呀爸 是不是这个均匀度 还是赶快它这机器的 好像深浅 它这也挺匀 是吧 你看是吧 远距离 远近都一样 对啊 这好像突然态度 180度转变了 反正你服不服啊 哎呀 服了 人工还是比比方机器啊 我那机器也不行 不是很好吃 是啊 我把那家机器 我给送回去吧 你给我送过去啊 你送一下比方把这些皮上啊 鲜眼给我送过去 红红果果的给我送过去啊 认输了是吗 认输了 认输了 那咱这机器 无论是从速度上 还是质量上 都比人工队要好 是不是 哎呀 这个机器从速度 质量 效果 真远远大于人工队 都大于人工队 您呢 挺好 挺好 嗯 行 那我就能不能宣布一下 比赛结果 就是咱们这个贾师傅 带领的机器队 获得了此次比赛的胜利 是不是啊 好 来大家一起给贾师傅 鼓鼓掌 恭喜他了 恭喜他了 贾真勇研发的第三代割口机 巧妙地通过滚动扎口的方式 对浚袋进行割口 它的特点在于 第一可疑次性对浚袋进行割口 速度快 效率高 第二 割口数量可调 割口深浅度和数量均匀 保证呢 出浚品质 浚袋割口机 利用传送带出送 布置了多把割刀 进行切割 相对于人工操作来说 效率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 但目前 送料和机料 还是人工来完成的 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改进 效率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栏目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冯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家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一项普通的发明 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从澳门到江门 演绎着凤凰卷曲折的发展历程 挑战不断 纷争四起 大赛前单挑拉票 大赛后众说纷纭 到最后品尝时 全场轰动 一抢而空 我们的女记者也只能一边瞪眼 不知如何招架 究竟这凤凰卷如何翻卷 现场观众又为何疯狂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智卷大师